股市中大利好来了 今天出现了两条重要消息 我相信也能让1.9亿股民再次看到希望 这两条消息各有不同 一条基本也找到了昨天大跌的原因 另一条基本也确定了 金九银时的行情依然会存在 为什么我们说呢 乃至明天A股怎么走 大家切记 耐心看着这段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股评 你现在看的是周四收平复盘的走势预判内容 首先在分析明天A股走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上证创指金的大盘 对于昨天晚上来说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因为周一周二周三跌的比较多的话 今天上证周四应该是一个红盘模式 最终结局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形成一个红盘呢 但是这个红盘呀 说实话大家是不买账的 为什么呀 因为A股市场更多的股票还是在下跌之中 但是一定要注意呀 你们要看一看今天上证 有两大波非常强大的流入红柱盘 自己看一看 一个在上午的尾盘 一个在下午的尾盘 这两波资金到底是谁呢 乃至标题告知大家的两个大利好消息面 是什么呢 咱马上分享 在飞行之前提醒大家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给前来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实时更新 早中晚屏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卡 咱们继续网上说 首先一定要注意呀 大家都知道 昨天形成一个很大的跌幅 甚至导致4000多家股票 全部都是一个下跌模式 咱们找了很多的原因 包括人老的那句活下去的话呀 以及说宁王借用利好出货呀 甚至告知了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美方啊 将7家中国相关实体 添加到了其出口管制清单之中 这条消息啊 当时我也说过 其实大概率就是一个大跌的原因 那么今天呢 这条消息也公之于众了啊 商务部回应 这条消息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机构的 合法权益 一定要注意呀 这句话是什么含义 一定要听到 是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合法权益 就能看出啊 这算不算一个利好啊 也能看出 其实昨天的下跌呀 大概率就是这条消息导致的 那么截止 目前为止已经告知了 坚决维护代表其含义是什么呀 就是告知大家呀 不用担心 我会保护咱们的 是不是 而且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港股乃至富时A507指 以及说咱们的A股尾盘都能看出啊 有没有发现是一个直线拉升的过程啊 甚至说形成了最终的一个深微反转呢 这就能看出啊 确确实实 咱们高层终于出手了 要保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这里呀 一定要注意了 在我昨天就告诉大家 我反倒希望这条消息属于昨天大跌的原因 如果说真实是一个突发性事件的话 那么三至五个交日一定会收回所有的跌幅 所以这也能看出啊 今天虽然说只是上证涨了 创制并没有涨 但是有一点 切记啊 当上证证券搭台完毕之后 那么权重搭台 题材就会唱戏了 所以希望大家一大注意啊 咱们要多给A股市场一些信心 乃至说时间 懂吧 说完这个利好呢 咱们再说一条消息啊 大家一边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对我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继续往下说啊 这条消息其实在我中午已经说过了啊 咱们的国常会呀 已经定调了 并向地方派出工作组 再实施19项接续政策 中午呢 我已经提醒大家了 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 曾经上证四五六月份 形成硕大的堪比牛市主升浪 就是因为当时的23条 稳名声 稳经济的道路 那么现在呢 又一次出现了19项 这也能看出啊 咱们A股市场 在经历一个硕大的回想之后 经济又开始保护起来了 金融又开始要保护了 它一定会形成一个金九银石的大行情 而且在往年历史来说 金九银石是非常靠谱的啊 包括啊 一定要注意 它不单纯说是国常会这个消息啊 咱们从近期 羊妈多方面降息就能看出 现在这个时刻 其实下半年的水是很充足的 如果说有水的话 股市在历史之中 绝对是震荡向上的啊 这一点无庸置疑 所以在经历一些 视线性趋度 形成回踩之时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咱们要多分什么呀 多分想一想大宏观 而并不是在于这个短线得失啊 然后最终结局啊 割肉离场 我现在把这个话撂着啊 如果说昨天有两个投资者 一个是跌了很多 然后离场的 还有一个是并没有动的 在未来几天之后 你会发现啊 那个离场的 它有可能会追涨 最终结局继续亏损 而那个并没有走的 甚至说 按于现状 看好大宏观的 却不一定会跌很多 甚至还会把所有的亏损收回来 包括啊 这里还有一个国际性的消息啊 高盛摩根大通等外资巨头最新发生 中国权益资产吸引力凹险 长期看好中国股市 自己好好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想说其他的 我只想告诉你们 A股历史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价值低估 这个位置距离3000点至近 这个位置距离2863点至近 这个位置是继4月份经济见底 形成2863拉升之后的一个第二次见底回踩 而这个时刻 咱们的国商会再次发布19项保护措施 稳经济稳名声稳金融 如果这种情况下 A股市场再次形成反弹的话 那么这个模式也彻底惯慨金九银石 包括大家看图 对于今天上证这根看图来说啊 我在中午的时候就提醒过大家 一定要切记 今天的目标不大 只要说登上120日半年线就OK 那么你们自己看一看今天登上了吗 非常明显确实登上了 那么只要是登上120日半年线 就代表说这个位置并没有形成破位 包括在早盘下跌的时候我也说了 这是一个单针做底的过程 这个单针底也正是灌溉了A股市场目前这个时刻呀 确实小伞比较恐慌 容易出现一些离场模式 但是要看权重啊 今天的证券涨了多少自己看一看 乃至地产涨了多少自己看一看 这个板块所形成的权重拉抬 基本也预示了A股市场又要从蓝筹搭抬到题材唱戏的过程了 而且啊 我再次想这个蓝筹搭抬的过程啊 我在前面已经给大家多次说过了 一定要切记啊 不要感觉现在蓝筹搭抬啊 说涨了一点点 对不对 然后形成涨了很多啊 蓝筹搭抬的过程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的题材呀还在跌 甚至说不涨 对不对 但是一旦说蓝筹搭抬成功之后 题材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明白吗 所以啊蓝筹和题材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啊 不要去追涨热点板块 要在自己的题材 一些板块里边等待拉升过程 包括说证券呀地产呢 这都是中长线大类 只有那种中长线才能做的啊 大家都知道啊 我特别喜欢证券和地产 这也是我目前在潜伏的板块 但是为什么我始终不让大家去做超短呢 因为这些板块比较什么呀 比较磨叠 它走的是一个慢慢向上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啊 有很多投资者 如果在乎那些磨叠的话 你们需要的是 还是选择一些比较底部的一些题材类型去炒作啊 咱们再看一下北向资金啊 今天下午北向资金才开的盘 截止目前为止你们自己看一看 是不是一个当日净买入16.7亿 当日净了入32亿的盘口啊 而且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盘口也预示什么呀 A股市场确确实实 外资并没有强大的立场 这种情况下 包括刚才我已经说了 什么高盛啊 摩根大通啊 这些价值投资派啊 对A股市场 中概科技 中概互联 甚至港股目前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现在呢 咱们要做到什么呀 做到A股市场乃至港股这个位置 希望大家不要外人看好 咱们自己也要明白 它是一个大宏观的大底部 要多份耐心 对于明天来说啊 我认为A股市场无论怎么走都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啊 上证只要保住120日半年限三个加日 那么最终结局 你们就会看到啊 昨天的大阴线一定会被三个加日 甚至五个加日收回来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乌龙 而我们却被这个乌龙打得遍体鳞伤 切记啊 再次提醒 股市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推敲 但是你们要努力去看好宏观走势 如果说一个中长线走势没有问题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份耐心 注意先别走 千万别忘了长按点赞和加关注啊 这两天对我至关重要 大家都帮忙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日更新 早中晚屏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好了 就主要看新的视频吧 下段视频再见